我们的社会道德才充分地发育起来 成为作用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品格 道德和文化都依赖于血脉相传 是不是因为这样 我们的先人才用象征家族血缘传承的符号字 取代文来命名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 静字如静音 是理想还是期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动我们的故事 也曾感动过我们的先人 这是一本编撰于公元前240年左右的历史著作 他的主编正是秦国的丞相吕不韦 在这本号称南阔古今的吕氏春秋中 记载着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周温王有一次出巡 见到路边有一具无名的尸体 就命令随行的人员把它收敛起来 随行的官员就说 这是一具无主的尸体 不用管他 周温王听了以后很不高兴 就训诫官员说 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人的家长 有国家的人就是一国家长 我现在就是他的家长 官员听了以后 立即命令把这个尸体收敛起来 埋葬 虽然书中叙述这个故事 只用了短短65个字 但周温王宽厚仁慈的情怀 悦然直上 孔子曾经评价周温王说 为人君止于人 而人正是孝的升华 在中国古代 家和国从来就没有明显的界限 国君往往要承担大家长的角色 这是甲骨文中的国 不论口在哪边 它的意义都很明确 武装保卫自己的族人 而一个国家中的最高首领 王 说白了 就是在战争中最勇敢的族长 所以在甲骨文中 用一把比父亲手中的权杖 更为张扬的战俘来表示 有君就会有尘 这是甲骨文中的尘字 一只竖起来的大眼睛 按照郭木若先生的解释 尘字最初的意思是指奴隶 眼睛竖起来表示尘黄尘孔 心惊胆战的样子 这种解释可以从另一个古老的汉字中 得到一些印证 一只大眼睛被尖锐的锥子刺瞎了 这个符号就是今天的名字 最早的这个陈 有人说他是一种奴隶 那么后来有人讲 特别是这个小陈 他这个接触王的机会比较多 他的管理的事情和重要性 也从这个比较细微 到最后呢 是这个比较重要 也有这个发展的过程 那么在那一般的 在西周的经文里 大多数的情况下 他是一个大管家的意思 就如同小家庭 是大家族发育分化的结果一样 后来王朝的各种官制 也是从管理家族的各项职能中 发育分化而来的 在甲骨文中 宰相的宰字 是表示乌字的符号下 一个心字 心是一种形句 用来在脸上刺字 宰字的意思 就是一个脸上刺着字 干家务活的奴隶 在商朝时 宰逐渐变成了家臣之掌 这种职能一直延续到周代 在周里中 宰种虽然位列百官之首 但是在他的下属中 有百分之六十以上 是负责皇家饮食的管理 公元前1754年 商朝的地道者 商汤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临终前 他把一个名叫宝恒的新官衔 授予了同他一起打天下的旧臣 伊尹 宝有这个安的意思 就上述大战这么解释 那么恒有贫的意思 这也是上述大战的解释 那么宝恒也可以看作是 伊尹所做的工作 是他作为重臣的职责所在 这样中国看起来 宝恒可以看作是 具有直光色彩的一个尊号 或者一个称号 这是经文中的宝字 一幅男人怀抱孩子的图案 这样的情景在今天仍然随处可见 从这个字的字形中可以形象地看出 宝这个官职对于幼王天下的责任 从补辞上看 商代大约有七十个左右的官职 后来广为人知的太师 太父 太史 司马 次使等官名 都已经出路端倪 中原前1046年 商王朝被周王朝取而代之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安邦定国 周王朝创造了一种新的统治方式 当时商王朝和众多的中原 众多的方国之间的关系 它是一种联盟关系 这种关系就是 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看的 就是这个春秋时期那个 这个霸族和其他祖父的关系一样 西州呢 它这个 它由一个小的民族 最后呢 战胜了一个强大的商部族 当时呢 它的这个地位是岌岌可危的 它是随时有复辟的可能 所以在西州初年的时候呢 它就采取了一项政策 就是把它所占有的这庞大的国土 分封给它的亲戚和一些功臣 这样的话呢 就分头去各掌握一块封国 再进行统治 据史书记载 周初分封了71个诸侯 其中畸姓53位 其他异姓诸侯也通过联姻结为亲戚 这个以血缘为基础建立的强大王朝 继承了80%的商代官职 但是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多 周代的官僚体系逐渐膨胀 在西州名闻中可以见到的官职 大约有210个左右 比商代多了三倍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负责礼乐的宗博系统 和负责公共工程的司空系统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合同为一个大家庭 周王是上天派来管理人间的天子 而对待天下的公共道德 都来源于一个血缘家庭内部 对待自己长辈和孩子的态度 即便后来有学者认为 周王朝的封建是一场灾难 因为它从根本上强化了 古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古人的角度联想 站在世界其他民族的经验来对照 我们不得不为周王朝所取得的政治成就而感叹